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红顺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不好意思 加权股价指数呢 目前下跌了35点 目前下跌了35点 那这里台北股票市场 目前遭受到非常非常多的 利空因素干扰了 包括说什么 联准会他准备在这个礼拜 确定要不要升息对不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同集团 他们的那些小公司子公司 开始出现一些财务的问题 所以导致说台北股票市场 表现得非常的疲弱 但是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黑暗之中才能看见 最璀璨的流星 指数拉回的时候 你要找的是未来的明日执行在哪边 美国股票市场其实他的弱势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12月12号的时候 当台北股票市场大家欢声沸腾 我跟你讲说你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说美国稻穷指数 他目前是月均线是下弯的 所以他月均线下弯的话 他的压力 他的压力是存在的 他的压力是存在的 所以美国股市修正 你看到这两天他修正多少 修正了1000点 他跌掉了1000点 美国稻穷指数跌掉了1000点 重点是他为什么会跌 这个跌法对于台北股票市场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原因 而不是看涨你会害 你看涨缩涨 看涟缩涟 然后看涨你去追价 看涟你就开始乱砍杀 如果你的操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的tempo没有掌握 你的tempo没有掌握 孙子兵法的胜负原则三理论 你第一个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第二个你要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第三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你不能蛮干 股票市场通常会害你都是在大涨的时候 而不是大跌的时候 但是你在大涨的时候 你在当下你是很happy 很开心 然后很兴奋的去追股票 因为你总觉得今天没有买明天会更贵 那是因为你没有一套操作的模式跟方法 12月3号那一天 G20川习会美中贸易大战停火90天 当时每一个都在看停火 我叫你要看90天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说 美国中美贸易大战准备要停火了 可是我从BIOS指标 我就已经告诉你说短线过热 你要拉回再买对不对 你要回撤你再买 所以你现在如果当时 你追在12月3号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是你要害怕的点 这个地方才是你该害怕的位置 结果你把害怕当成乐观 然后啪 下来洗掉 你在这个最低点的时候 你不得不去做停损 你不得不去做停损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行情到底有没有 而是在于你的tempo有没有掌握到 我教大家一个口诀 一个方式 金流选股你要把它放在口袋 回撤支撑你要勇敢的去买 一选二回三你才有办法打赚 掌握节奏你才能够战胜大盘 指数再跌完全不可怕 你只要掌握好节奏 你只要掌握好tempo 其实它都可以让你获利的 你都有办法去战胜大盘的 但是你的操作节奏如果是错的 就算你选对股票 你都可能面临到停损的压力 你都可能面临到停损的压力 比如像说我之前昨天才跟大家讲 我们当我们已经去进场 这档股票对不对 我说12月3号的时候 这档股票它已经有资金 在做转入了 所以金流的选股你要放在口袋里面 你要放在口袋里面 因为你不知道它随时随地 什么时候它会来回撤 如果你这些标的你没有先准备好 你要炒菜之前 你没有先把你的那一些菜都准备好 你等到你要上场的时候 你准备要去炒菜的时候 你才去跑去菜市场买 当然不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材料 每一个都准备好了 然后在什么步骤你要下什么材料 这样才有办法炒出一盘好吃的菜 所以同样的 当我知道说指数 当我知道它的买点来的时候 它的买点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进场 可是在我们进场之前 它已经是我们的材料之一 它已经是我们的材料之一 机会来的勇敢进去 所以我们买在23.85元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我们在23.85元进场 那昨天是不是 我买的点位 我买的点位是什么 当我知道金流讯号 资金已经告诉我 有钱在买了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但是现在的盘是不是让你追的 绝对不会让你追的 那你去追价 它最后会发生洗盘的动作 一定会做洗盘的动作 然后呢 昨天在创新高 你很开心 看到这个创新高的点位 你跑去追价 你跑去追价 然后才在骂我 你才在骂我说 为什么这档股票 你去追价之后 你就套在一个相对的高档上面了 你就套在一个相对的高档上面了 所以不是股票的问题嘛 是你节奏上的问题 这档股票没有不好 它也没有不对 那资金它也没有转移 可是呢 因为你用追价的模式 你用追价的方式 导致于说 你现在面临到的是 要卖还是要加码的问题 而且你是赔钱在加码 但是我们现在是干嘛 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位买进去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点位买的嘛 我说金流选股 它的讯号已经出来了 但是你讯号出来的时候 你不能够急 你绝对不能够急 因为它会来做洗盘 它一定会来做洗盘 那在洗盘的时候 你抓对了点位 你再去做进场就好了 我们买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但是你却追在这个相对高档的位置 那是我的问题 还是你操作节奏上的问题 如果它是一档对的股票 那你现在面临到的是 被洗盘的压力 但是对我们而言 就只是赚多少的问题啊 就只是赚多或赚少的问题啊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把金流选股 你要放在口袋里面 对不对 你要知道说 现在到底市场上面 最热门的菜色在哪边 最热门的菜 你要把它留起来嘛 第二个你回撤支撑的时候 你要勇敢去买啊 你这个回撤支撑点不买 然后你等到后续涨上去的时候 你才去追价 买乎了啦 你就已经追在一个相对高档的上面嘛 所以一选二回你才有办法大赚啊 掌握节奏你就能够战胜大盘 你就能够战胜大盘 所以为什么我要用BIOS指标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市场上面 什么时候会出现极度乐观 什么时候出现极度悲观的时候 当资金告诉我说 有一些个股它已经有钱在买了哦 这个都是有钱在做布局的标的啊 以前都默默无闻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去关心它的个股 但是突然之间 资金的量能开始放大起来了 钱开始流进去了 资金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的时候 你有发现到吗 它不会每天都买 它绝对不可能每天都买 所以你要买在它什么 量缩回撤的时候啊 拉回测试支撑你要找买点嘛 你要找买点嘛 如果你用这套的模式去做操作 你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做操作的话 第一个你的选股方面没有问题 因为它都是有资金在做布局的标的 第二个你的买点上面会相对安全 你的买点相对安全 第三个呢 你要能够战胜大盘 你要能够比其他的股票还要更强吧 所以你掌握的节奏是什么 一选二回三大转 你只要掌握这个tempo 你就能够战胜大盘 你千万不要再去乱追股票 你不能用追价的方式 比如像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档个股啊 这一档个股啊 每一个人都是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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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啊没有错啊 可是你追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你从BIOS指标来看就好了 我们只要把BIOS指标放上去 你很简单嘛 每一次来到BIOS 来到高档历史区间的时候 你去追价 你去追价 你确实会有赚钱的时候 可是你风险相对高 你风险相对高 假设你追在这个位置 最后拉上去你没有慢 啪下来一样给你洗掉 一样要把你洗掉 因为这个下来都是连续跌停的 都是连续跌停的 可是你回撤支撑的时候 你才能买嘛 你只要掌握这个tempo 基本上你才有办法赚钱嘛 可是你如果每一次都是追在 这个BIOS的高档上面 你都是追在BIOS的高档上面 它一定要洗你 它绝对会洗你 它的状况是不是跟苍兴一模一样 是不是跟苍兴一模一样 所以重点不在于股票的问题 而是在于操作节奏的问题 否则我今天给你大力光 你都会赔钱啊 我今天让你做一个700块的大力光 你都会做到赔钱 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掌握到那个tempo 甚至有人还会去放空 那股票市场的操作 你是不是应该要跟上一个最强的团队 来协助你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嘛 甚至说有一些价值太低估的 价值太便宜了嘛 这真的是很便宜嘛 所以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你第一个条件你要成立啊 你要成立啊 第三季赚了1.34元 每股净值33块钱 那你要买 可是你的买点跟我的买点绝对不一样 因为我不会用追价的方式 波段强势股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当我连续洗盘的时候 我知道他指标翻证 你就是要进去尻 你就是要进去尻 那拉回测试的时候 他会带量缩 但是这个量能慢慢增加起来 他是不是就创高给你看了 他是不是就创高给你看了 人家已经开始按耐不住了 人家已经开始按耐不住了 但是你的买点如果没有计价好 你是买在这种追高的位置 你会赚钱吗 你现在不过是 回到你原本的停损价位 原本买进的价位再多一点点嘛 再多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你的节奏感你要掌握好 一选二回三才有办法大赚 把金流选股放进口袋里面 把你的口袋撑开放进来 一档接着一档去观察 买点来了机会来了 用力尻就对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野户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我现在请三个药五个步 预防情疗感 情洗手确实消毒 鸡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情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情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 下跌了42点 下跌42点 指数的部分 一直以来都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因为现在是一个耶旦假期 对不对 所以很多金头发蓝眼睛的那些 外资法人他们会干嘛 他们要回家乡 回家乡去过年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基本上外资他们的交易量 本来就是很小的 一直到元旦之后 慢慢的他们才会回流 慢慢的他们才会回流 最近刚好又遇到联准会 准备要升息的关系 所以他们当然成交量 又会放得更低 因为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你现在要看的 不是外资他在想什么 而是要看什么样的个股 是有内资在买的 他是有内资在做进场布局的 这些个股才有办法帮你赚钱 他才有办法帮你获利 但是这一些个股 不是你去看什么三大法人 买卖超 你就有办法抓出来的 你以为真的那么简单吗 你以为真的那么好 就是每一个人看三大法人 就能够赚钱 那全台湾告诉你 没有任何一个是穷人 每一个人做股票都是赢家 所以我创造的金流系统 目的就是为了要找寻 这些主力 这些法人们正在布局的标的 但他们偷偷在买的时候 当他们偷偷在做布局的时候 你就要发现得到 你就要能够发现得到 否则你等到后面 大家都在跟你讲 每个人敲锣打鼓 告诉你说这档股票有多好 有多好 然后你冲进去买 拍谁 你又追在一个相对高档上面 所以呢 你要操作 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要必须要学习 孙子兵法胜负理论三原则 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你要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你不能蛮干嘛 那条件是什么 他的股票 这档股票必须要有钱在买 他要有资金去做布局 你的股票没有人在买 那你买他干嘛 他也不会变成 他也不会变成未来的当红炸子机 那你未来你去买他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所以你要找到市场上的主流 第一个一定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那你就是跟着钱下去走嘛 所以当我告诉你的操作节奏 第一个金流选股 你要放在口袋名单里面 这一些人买股票 他不会每天一天到晚 都在给你用力扣 没可能的事情 那回撤之声的时候 回撤之声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进去做买进嘛 那一选二回三 你才有办法大赚啊 所以我们要做到就是战胜大盘 其实战胜大盘真的不难 真的不难 掌握节奏就好了 掌握节奏就好了 比如像12月7号的时候 这档个股 我是不是跟你讲 它是有资金在做布局的标的 有人在偷偷买它 那有人在偷买 你也要掌握到买点啊 那样说整理格局 沿月线开始走高 对不对 它是带量长宏突破 测试支撑你要找买点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测试支撑 测试支撑你要找买点 这个才是重点嘛 这档个股没有错 它已经出现了资金转入的讯号 这一段人家在搜索 人家在搜索 那人家搜完筹码之后 准备要发动了 准备要发动了 但是你要发动的时候 你要干嘛 你要买对不对 你当然要做进场布局啊 但是你进场布局 你是看到 这个长宏棒你去追吗 你去追啊 那你去追的时候 它会变怎样 它一定会洗你嘛 它又把你洗下车 它才愿意把它拉抬上去 它如果没有把一些不安定的筹码洗掉 这档股票走不长远 走不长远 所有的大波段都是从小波段开始的 但是这个小波段的tempo 你没有把它掌握好 很拍谁 你选对标的 你都是停损出场 你都是赔钱出场 但是你要怎么买 你要怎么去做布局 不是股票的问题 而是行情的问题嘛 你的操作节奏应该是像这样 当时在12月14号的时候 大盘重挫99点 大盘重挫99点哦 指数是跌了 这档股票一样 你在指数重挫的时候 你要股票能够多好 很难啊 很难啊 但是呢 我因为放进口袋名单里面 它是我的菜 它是我的菜 所以当它重挫的时候 用力尻嘛 我就是要买就对了嘛 那你买进去之后 你这个买点够漂亮 你隔天12月17号的时候 你买对价位 你才有办法赚钱啊 你才有办法赚钱啊 所以当时我们的买价在哪里 21.65元嘛 21.65元啊 市价买进 一买就是四分之一部位 25%的资金扣进去 所以你要一次进去 那么多的资金 你的买点不用计较吗 还是你每天在那边追追追追追追追 你看看2449的晶圆店就好了 它每一次是不是见到高点就洗你 见到高点就洗你 见到高点就洗你 那洗到你受不了的时候 未来它走出一个大波段行情 你会发现说 我为什么都砍在这个被洗掉的位置 那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你的节奏 拉上来的时候不追 回测支撑位置你进去买嘛 你进去买嘛 那当时我们的买点在哪里 在12月14号的家 我说它拉回测试支撑 我要进去尻啊 我要进去尻啊 我买 而且一买就是四分之一 不过一买就是四分之一 25%的资金 我就买进去了 那买进去之后 大盘今天跌 so what 你有种你就把我洗掉 你有办法你就把我洗掉 如果你洗不掉 我就跟着你一起上车 你就把我拉抬上去 所以这样才叫操作嘛 大盘今天跌 人家还是涨的啊 今天晶圆店 现在目前涨幅1.35% 昨天涨了3% 今天再涨1.35% 但是你从那个买点 回得来吗 你看这个买进了价位 你回得来吗 我是不是把我的选股 放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 然后当我机会来了 当我时机点到了 就靠嘛 你为什么只敢买一张 你为什么不敢用力考 因为你看不见未来 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 这档股票到底未来会有多好 但是资金的流向 在12月7号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告诉我了 我就已经跟你讲了 有人在做布局 有钱在买 这档股票有资金在 人家已经在里面了 早涨晚涨时间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被洗掉 你不能被那种短线上面 来回震荡的时候 然后你放弃了 但是你有办法让我们放弃吗 有种你就来嘛 你再回到我这个价位来 就算我停损 我都只是小赔而已 我都只是小赔而已 但是你这个点位 很重要对不对 如果他未来再也看不到的呢 如果他未来就一路的往上走高呢 所以操作的公司 你认为汇费是最大的问题 还是你那个买卖点完全抓不到 那个节奏错误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不要再省小条去撩大条的嘛 你的操作节奏感也都掌握不到 然后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就是冲来冲去 杀来杀去 看到红你就想追 看到绿你就想砍 但是反过来了 市场上面真的是反过来了 跟你的操作完全是相反的 完全是相反的 波段的强势股 你就是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你的风险不能够控管 你告诉我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怎么赚到大钱 你光来回一直这样被人家洗盘 你洗的被人家洗了多少次 你门心自问一下 你想想看 那我们这样子的操作 我们这样子的操作 是不是让你买得非常的安心 我告诉你这个点位 没几个人敢动 你如果没有我们的讯息 你如果没有我们的讯息 你买得下手吗 你看得到吗 你会相信这个地方是可以买 全市场都告诉你说 未来台北股票市场 可能会大崩盘 就前面你前面这个傻子 你前面这个笨蛋 告诉你说这档股票是可以买的 而且你一定要在大跌的时候去买 疯了吗 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到哪一台的分析师 会告诉你这样子的操作方法 可是你这样操作方法会不会赢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赚钱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所以我是不是带领散户去超越法人 法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法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因为我们有灵活 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做操作嘛 所以我告诉你说 第一个金流选股你要放口袋里面 你没有你这些菜你没有把它选好 你没有把它选好 你一旦机会来了 它回撤支撑你都不知道要买 你都不知道要买 那你一选二回你三才有办法大赚嘛 你只有掌握节奏你才能够战胜大盘啊 不是每天在那边追股票追追追追追涨停板 股票市场好的公司不是追来的 绝对不是追来的 都一定按照着规划 纪律拉回测试的时候 你去买到的 当大家都不要的时候 股票才是最便宜的嘛 每一个人都在追价的时候 那个风险性才是最大的 所以指数跌 指数现在下跌46点 你觉得很恐怖 我觉得很开心啊 我觉得很开心啊 因为指数跟个股本来就不一样嘛 你今天一个班上啊 假设有一百个人 他就是指数对不对 平均每 平均这一班考了60分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这一班的人全部都是60分吗 不是这样子的吧 有人是考80 有人考20 40 那你重点是把你的资金放在那个 80%的人身上嘛 考80分的那些人身上就好了嘛 但是你要先把它挑出来啊 如果你连这一些都不知道 我问你你要怎么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每一个人都想赚钱 可是你有没有方法跟节奏感 如果你那个节奏你都没有办法掌握 你是不是应该跟上脚步来 你就要跟上我们的脚步啊 LINE AD扫一下嘛 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资讯啊 谁是专业的 你一看就知道 我不用在上面po什么泳风照 因为我的身材不好不好看啊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很多 很重要对于国际股市 对于所有操作最重要的讯息 全部都在里面 这对你来讲 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助嘛 所以指数在大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会一档接着一档进去靠 很多的个股拉回测试买点的时候 机会来了 机会真的来了 你在等 你在等待那很抱歉 我时间没办法帮你拉回来 我时间没办法帮你拉回来 金流选股你要放口袋 回测支撑你要勇敢买 一选二回三大转 你要掌握节奏 你才能够战胜大盘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提出召善 无不当地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钱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 需向海关申报 如未申报 超额部分将由海关没入 若申报不时 也会将超过申报部分没入 如时申报 则会退运超额部分 除了新台币 您还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带新台币10万元